回到焦點一起來關心 古過仔的劇情 在新莊街頭真實上演嗎 這是有一名靈性男子 在臉書上頭PO文 說要砸毀一家汽車旅館 甚至還號召三百人 要包圍摩鐵 那麼也在臉書上頭留言嗆聲 說自己喝醉了 就連警察都殺 行徑非常囂張 四十多個人團團包圍住 新莊新宿路上的汽車旅館 原警也大陣仗出動 和群聚的民眾僵持在路邊 情況十分緊張 快打部隊主一檢查 鬧事民眾的車輛 就怕他們帶有危險的刀械槍枝 晚上十點多 這一群人就這樣 堵在汽車旅館的門口 說要砸店 而其中一名帶頭的臉書男子 甚至在鬧事之前 就在臉書上留言 說為了砸店命都可以不要 連警察都殺 行徑十分囂張 經過檢查之後 現場是沒有發現任何德國淨品 至於這個原因 警方會在座深度的追查 這邊聚集了那麼多人 因為會影響客人的進出 他們沒有對我們表示任何的什麼 這一切似乎是雷聲大與嚴小 林姓男子說號召了三百多人 但到場為事的只有四十人 而且除了叫囂 也沒有和原警發生衝突和雜電行為 現在警方還在調閱監視器 進一步釐清鬧事民眾群聚的原因